现在中国的疫情大爆发已经变成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我们刚刚讲的是现在美国 日本 韩国 包括台湾都已经边境管制 更可怕的是意大利 意大利去等于说查一个班机进来 一个班机进来 第二个班机进来有52%的人感染 一半以上感染 那有多严重 现在全世界进到了中国发现 那真的是大爆发 没有医疗能源不够 你现在连这个什么焚化炉都不够了 对 我们现在看到是中国的急诊室 这个急诊室真的冷漫为患啊 为什么急诊室人这么多 因为这很简单 你随便最简单数学计算 12亿的中国人口有8亿要确诊 8亿确诊重症死亡率1千分之一 他就是80万的人 所以对于这个所谓医院当然不够嘛 所以你看到现在中国急诊室全部都是病患 然后河北的医院 河北医院现在是这样 被人家拍到的是什么东西 是非常多人进到医院 请你转诊 为什么 基本上我不说我在家躺着 会进到医院就是重症 需要养气机 过去在印度缺氧气机 欧洲缺氧气机 现在河北中国也缺氧气机 缺氧气机就代表这个病人很严重了 对 表示很严重 但是没有氧气机就没有 就是河北的医院 然后上海的医院 病床不够 现在怎么样 露天安置 就是你看 这是医院外面的 大家都直接在露天这边去做 所谓的有病床就看这个人 这是一个护理师 他在ICU看了病人一夜 可是你看他下来的时候是弯腰驼背 为什么腰驼背 不是很累 是他自己 他也感染了 他自己也确诊了 可是没有办法 只好因为有人更严重 你进ICU更严重 他不能倒下来 因为现在有说 他整个医院 只有两三个护士没有病症 其他都病症 然后呢 所以我们这一讲 你要么你不要快拆 你不要PCR 你就算是感染了以后 你就吞两颗 你就吞两颗这个所谓的止痛的 止痛发烧药 你只要能动 你就要上岗 就要上岗 而且你看有个ICU的女护士 因为连这种所谓的点滴架都不够 所以你看这个人 这个他自己是在打点滴 这个护士 他自己打点滴 拿着这个点滴架 然后继续照顾病人 我看到这真的是会鼻酸的 因为没有人会砸症 没有人会抽血 他必须要拿着点滴架上岗 看到这真的会鼻酸 另外画面是这个 这个护士啊 一直咳嗽 一直咳嗽 咳嗽就表示他确诊 他确诊之后呢 可是因为很多是重症 我不是只有感冒 不是只有肺炎 有的是什么 结脂 受伤 你还是要换药 咳嗽还是拼了命去上岗 甚至呢 你看来 导播代表来看 这边呢 既然有护士上面写的说什么 戴阳上班中 没事别靠近 什么叫戴阳上班中 他意思就是说 我已经养性了 可是我不得不上班 所以我只要敢在这边写说 我已经确诊了 我确诊 然后你赶快 你没事离我少一点 那我该靠近 你东西丢一丢就好了 你不要靠近 这是真的 现在中国面临到这种医护悲歌 而且很多疫情悲歌是什么 非常多人不幸往生 比如说你看 现在这是一个骨灰 火葬场 骨灰坛 链骨灰坛都是一个个game 你从来没有像骨灰坛一样 这么多的骨灰坛 而且上面一个名牌就是一个骨灰 对 它上面还写说什么 领取骨灰时 请您仔细核对 你正常来说如果是一个一个 你怎么会需要核对的问题 对 太复杂了 然后你看 这是一个北京市东郊殡仪馆 它发一个紧急通知 这个紧急通知是给员工 给员工第一个说你不可以受访 不可以受访 还说什么 严禁任何的议论解答或透露社管数据 话就是说什么 你不可以跟人家讲 我到底整个处理的大体有多少 数据绝对不能讲 因为如果一讲会出太多事 而且湖南残杀 你看这拿残杀 他们是拿死亡证明 你要火化对不对 要拿死亡证明去冰仪馆 你看这后面排队有多少 每一个人拿的死亡证明 都代表一个北京 他就帮家人安排火化 而且江苏的冰仪馆 竟然发现什么 这一个个都是大体 这些过去在意大利在欧洲 我们看过 甚至在纽约布鲁克林区 我已经过了两年多 我历历在目的这些东西 现在在中国都发生了 但是代表太平洋街都满了 都没有挤不进去了 挤不进去了 所以这件事情 现在中国是非常非常惨的 而且现在的中国工程院 半个月有15个院士去世 因为像这种就是老干部 这老干部都是最好的学者 年纪大 但是高危险区 现在你看有人去整理他们 因为你老干部去世要发复文 复文半个月有15个院士 你看一大堆 而且这些院士之外 也非常多老干部 包含西藏组织部的前部长 黑龙江副厅级的官员 天津市粮食局的前党委书记 崇敬市的政协常委 乡下更惨 乡下这种地方 你看他们打点滴 连医院都进不去 就给你个板凳 给你个板凳 然后就做一整排 然后在这边打点滴 你看这东西是乡下更惨 你有医疗这个 沉乡落差的 他们在排队打点滴 对 然后云南的地方 卫生所也是 大家露天 你看打点滴 然后很多农村 直接拿一座什么殡仪馆 我就盖个棚子 把我尸体摆在那边 就这个 就露天就做起白饰起来 好 现在这个状况 还不打紧 现在发现有非常非常多的怪病 既然有个女生 你看原本漂漂亮的女生 她买以后长胡子了 她说可能是雄性奇数 等一下 她感染以后长胡子了 对 算不过也是不幸中的大姓 还有什么 你看这个女生一跃白头 对 我确诊就确诊 我头发变白了 还有人呢 确诊后 你看看看看看看 掉头发 掉头发 他一抓头发一抓抓一大把 这些东西 你看都是真实发生的 但是更适合女头 你看这个女头很扯 她染疫前 看起来就有自然犬 对不对 就染疫后这样变直发 大家都到底发现什么 这病毒是不是在中国突变 所以现在整个中国确诊很多怪事 还有说什么呢 确诊后脸上出现满脸的白血 还有什么呢 确诊眼睛睁不开 腫了 腫起来 所以太多怪事 没有办法解释 好 孔医生 现在看到中国的疫情 这样的各大爆发 把大家吓死的是 他会不会三年前的噩梦又要来了 那就刚才讲的 现在日本 台湾 这个韩国 美国 意大利 全部都要戒备了 这几天的新闻就动得很快嘛 主要就是中国忽然就宣布 1月8号他们要开国门了 回去什么都不用做了 那只规定说上机前 回中国之前要48小时PCR 这其实无意义 我相信这很快也会拿掉 可是大家开始当然就会担心 如同刚刚正昊说的 中国现在的问题是 他的资讯实在太不透明了 我们会担心到底有没有变种病毒 那有没有一些致死率到底如何 可是我们完全没有数字 那他从一个会议流出来的 据说是大概最近1000多个变种病毒去定序 然后说什么北方流行BF7 南方BA5 可是这到底可不可信 他不是一个正式的文献 所以各国其实就开始觉得很担心 那因此比方说日本 我今天其实要跟大家讲一件事 新闻没有报 可是你不要以为这个 日本其实现在疫情也很严重 日本疫情很严重 对对对 所以我整天鼓吹大家去日本玩 我知道大家寒假可能也要去 可是我一定要提醒大家 既然日本疫情有爆发的状况 你不要只看了中国 然后日本是乖乖的 每一例都给你报 你看大家看一下这个日本第八波疫情 他在昨天报告 他创下了三年 这个疫情满三年了 三年以来 单日最高死亡数破400人 415 他日本单日死亡从来没有破400人过 那所以严重 那你会说分母我们只看确诊 大家看右上角这个确诊 他确诊似乎没有超过暑假的第七波 没有超过那个峰值 可是因为日本大概从9月以后 他就没有逐利通报了 他有一些轻诊是不需要通报的 所以我觉得他的分母是被低估的 就是黑数现在是越更大的 那左边的死亡不太会漏掉 我们这种民主国家 透明公开的国家都不会漏掉 所以保洁你看左边 今年2022年是Omicron年 在日本有三波疫情 你看现在看起来 这个死亡的风好像现在这一波 冬天这一波来势汹汹 对 然后你看这一年Omicron 在日本死亡的人数 其实已经比前一年多了2.5倍 那感染人数是多18倍 那更多 那所以因此大家很明显看到 Omicron的致死率是降低 没有错了 那所以我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在中国公布 他这个甚至要开始逐步开放旅游 让中国人可以慢慢恢复旅游的时候 日本那么紧张 因为日本自己都要进入一个很紧张的冬天了 对 所以他不能忍受 假如外面有什么闪失 那是多了一个变数 所以因此 因为我看台湾的数字 台湾数字也在增加当中 对 本来我们压到1.5万了 我想1.5万开始会降到1万以下就没事了 又回到2.7万了 对 我觉得我们常常是跟着日本 那我觉得我们可能会延迟日本大概两三个月 像日本现在是预估他们在 现在他们正在放假嘛 开始放假了 顾大过年了 然后南北交流 他们很担心1月以后 他们之后可能会有一波新的 就在我们寒假去日本玩的时候 各位一定要小心 你可能会把 那时候我相信日本流行的可能是BQ家族 他们现在BQ BQ家族 那台湾有抵抗力吗 没有 因为BQ家族跟XBB 就是现在全世界都在注意的下一株流行 最流行的病毒株 他的问题就是 你前面不管打过几剂疫苗 对 即使是现在的BA5双架 即使你以前得过感染的 可能对他都有免疫逃逸 效果有限 对 你可能会得病 在旅行中再得病 然后把他带回台湾来 所以这个一定要大家注意 可是他会重症吗 他会很严重吗 重症的话 因为BQ 其实在欧洲跟美国 他其实已经打败BF7 那罗一军今天记者会又有被问到 我觉得他解释得很好 为什么BF7好像可以在中国 烧得这么严重 因为中国其实之前没有大规模的流行过 那BF7其实跟BA5长得像 所以感染过大规模BF5的国家 其实他一定的程度就可以防止BF7 那我们BF5才刚结束 现在这一波还有一些主要是BF5 所以我倒是如同一军的看法 我不会太担心中国的这个BF7传过来 那可是我们要担心的 大家一起要担心的 中国也要担心 那个来势汹汹的BQ家族跟XBB 还在后面等着他们 那另外就是我们看到了中国有很多的病例 那个病例是什么 白肺就是我们知道肺性润 那我们知道 你到Omicron来讲 你知道就是上呼吸道 你不太会去吸吸肺 可是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的病例 而且他们的死亡的速度非常快 保洁你要知道 那个只是一个倾向 像现在因为中国是要走向共存 所以他都安慰大家 像钟南山甚至说得这个病 就像打一个天然疫苗一样 那可是这不代表Omicron本身 不会倒费不会重症 Omicron也会倒费 这不是零跟一的问题 就如同我们台湾这一年 跟Omicron作战那么久 我们也很不幸 有15000个同胞去世 他还是会倒费 还是会倒重症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 中国因为资讯不透明 网路上的资讯混乱到不行 他说你们不是跟我们说 Omicron就是小感冒 为什么他还是会白肺呢 为什么还是会倒费引起重症呢 而且我看到中国很多的医学商 比他想象来的严重很多 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15000个同胞 然后日本死了3万人 去年一年死了3万人 那可是我们是疫苗乖乖的打 特别是日本我跟大家分享过 老人家打得非常高 之下还是有这样的伤亡率 就是千分之一的致死率 这是全部啦 你当然老人家或是没打疫苗的人 致死率会更高 那我们是乖乖打疫苗打得很好的国家 大概才是这样的数字 那可是中国没有 中国的疫苗是灭活相对 已经有很多科学证据 防重症的效果 并没有NRNA那么好的话 那既然李明星讲说不用那么担心 因为他再怎么交代感染 不会更严重 不会有大魔王 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个人大致同意这个说法 可是我个人觉得 我们不要擅自脑补回三年前的情境 我们这三年世界上经过了什么事情 一大堆人感染过 一大堆人也打了疫苗 我不太相信中国在这样子的状况下 演变出一个新病毒 它会是我们之前这三年的东西完全 付诸冬流 完全白费 一点免疫记忆都没有留下来 那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恐怖的剧本了 我相信我们这三年度过的东西 应该不会白费 所以现在各国对中国祭出的 这些边境管制 其实不是要 已经不是三年前的想法了 三年前说主角进行于境外 不是 我觉得大家其实只是先 设一个防水法 然后我们在这中间要好好的监测 然后看看中国到底发生什么事 那会不会发生一个致病性比较高 一个新的病毒 它其实只是在拖延时间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还有 am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